张化名黄姓女子二号深夜开车行进 园林市区的时候疑似是谎神 先擦撞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客车 导致车上的驾驶受伤送医 但是女驾驶并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开 肇事逃逸大约是一公里之后 因为车子的底盘零件沿路掉落摩擦地面起火 民众募集了上前告知 这名驾驶似乎才回过神来 紧急的下车逃命 莫非是三太子的风火轮 监视器画面拍下 银色小轿车沿着园林市区行驶 但仔细看 车子底盘不断地冒出火花 零件摩擦路面 火越烧越旺 但驾驶没有察觉继续往前开 一旁民众目击上前告知 女驾驶这时似乎才回过神来 下车逃命 就把火势扩大附近民众赶紧拿出灭火器 帮忙灭火 消防人员随后也赶到现场破灭火势 只是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 原来女驾驶肇事逃逸 四十七岁的黄姓女子 二号深夜十点多 开车行经园林中正路左转时 一丝晃神兼擦撞停在路边的 一辆白色小轿车 双方车子都受损 但女驾驶没有停车 反而继续往前开 一公里后因为车子底盘起火才停下来 你知道你在那边有中到人吗 车子的不是很难 所以你这之后就好像开得不顺 我不知道有起火 皇女疑似精神不佳 导致插撞路边停车 九字直为零 而邓姓男子坐在驾驶座等候家人 被突入其来的这一状 顿时头昏眼花 肩颈部受伤 送一治疗 肇事的女驾驶 疑似因为生病吃药 精神恍惚才会酿祸 警方征讯后 依公共危险 以及过失伤害等罪嫌 将它送办 接待容貌 正好报道